因为我爸爱面子 还极其地护着自己家的亲戚 我们一家都跟着他成了包子 我大学毕业后 在大城市站住脚 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我爸逢人就夸 就好像天下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结果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找来我 办了事还不领情 觉得是应该的 办不成事还要埋怨我 这次更是到我公司大吵大闹 所以我决定我不忍了 我要反抗 让他们这群吸血鬼从此 不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公司大堂里 我的亲姑姑 在我的公司里撒泼骂街 整整一天了 我有事都好奇了 会撒泼打滚的人 经历都是这么旺盛的吗 从我毕业在这里工作开始 我的这些亲戚 就开始来找我 开始只是一些小事情 借点钱或者是来办事 让我陪着 在我家里住着开始 我也觉着都是亲戚 能帮就帮点 没想到最近几年 他们胃口越来越大 把我当成是免费劳力 和提款机了 这不这次又是我的表哥 惹了事了 我表哥王杰 从小就是个惹货惊 打架赌博都干了这次更狠 赌博舒几眼了 出门喝了点酒 居然抢劫 也是他运气不好 抢劫的对象 居然是市里大人物的亲戚 本来现在这年代 谁还带那么多现金 可人家有门路 虽然没抢多少钱 可是却要按重大案件处理 那天晚上 我加班到很晚 才回到家里 饭都没吃累的就睡着了 刚睡没一会 就被电话吵醒 为我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 就听到对面一个女生 急冲冲地说道 喂 是文文吗 哦 是大姑呀 我困的眼睛都睁不开 只能听声音辨别了 我大姑急切地说道文文呀 你表哥被人冤枉抢劫 现在被警察抓了 你快点想想办法 我也瞬间清醒了 我还安慰他让他踏实的 我一晚上没休息 跑到公安局 也没见到人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请公司的法务律师 特意去看了 原来是他真的抢劫 这让我怎么办 真当国家法律我定的呀 于是我就给我大姑 打去电话 喂 大姑表哥这事 我帮不了忙了 他这事中了 我没办法了 我大姑当时就猛了 文文你一定有办法的 你多给他们点钱 让他们把案子撤了 我也雷猛了 什么情况 这事又不是花钱能办的事 再说了 什么叫我多给点钱 为什么要我给钱 我还是耐心地和他解释 大姑这事 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 而且已经立案了证据确凿 我大姑当场就炸毛了 你是不是舍不得花钱呀 那可是你表哥呀 你这个白眼狼家里人 有点事你就不管了 我们当初对你多好呀 你就这么报答我们 我也是无语了 还对我好 当初面书放假 我去他们的县城 打个假期工 在他家住了几个晚上 后来我多住宿舍了 就这么点是挂在嘴上 道德绑架了我这么多年 我打工穿的鞋子破了 去和他借十块钱买双布鞋 都不借我当年一双鞋子 才十块钱 我看他已经不可理喻了 我也就不想和他扯皮了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挂了随后 他又打了几个电话 我没接 没想到还追到公司来了 我也堵不了了 只好下去了 他远远看到我来了 就扯着嗓子喊道 大家你们快看呀 就是这个白眼狼 他亲表哥被抓了 他也不管不顾 还能这么安心的上班 我听到一下子把我欺乐了 这特么是什么脑回路 难道你儿子抢劫了 你还光荣的呀 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儿子是抢劫犯呀 公司大厅乱哄哄的 所有员工 都远观地近看地围着一圈 我走过去 大喝一声都围着看什么呢 工作干完了 员工们一看 是我过来赶忙一溜烟都跑开了 我大姑一看人都散了 就上前揪着我不放 哼你好大的威风 你要是今天 不把你表哥给捞出来 我就闹到你的领导那里 让你上不了班 我再一次郑重地和他说道 我最后再说一次 这是我管不了他是抢劫 而且你也不要再在这里闹了 再闹到时候 保安部就报警了 让我丢工作 笑话整个公司都是我的 我才是最大的领导 我也不和他解释 挥手把保安招过来 其中一个保安跑过来点头道 陈总您找我 嗯 把这位女士安抚住 公司要工作了 不要让他在这里闹了 你要不能把他搞定 你就可以卷铺盖卷滚蛋了 我吩咐保安道 试试陈总那保安赶紧点头道 转头把我大姑拉到一旁 我也上楼了 听见他还在破口大骂着 保安也不客气了 上来两个标性大汉 就把他架了出去 按在公司的保安室 就报警等警察过来处理 我一直忙到了下班 出公司呀 那保安跑着和我来邀功了 陈总我给办妥了 那保安谄媚地和我汇报着经过 嗯 好 这事办得好回头 我和财务说一下 这个月给你加工资 我派了派他肩膀鼓励道 那保安高兴地指点头 谢谢陈总都是我应该做的 其实我早就想处理他了 只是大伙都听说是您的亲戚 所以才不敢用墙的 问以后凡事来闹事的 不管是谁都这么办 不能影响到公司工作 我最后安排一句 就赶紧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一看手机 我爸给我打了点多个电话 不用想又去道德绑架 我那个耗面子的爹去了 我给我爸回过去电话 爸怎么了 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我爸一开口就开始唠叨我 你怎么回事啊 你哥被抓了你也不管 你还报警抓你大姑呀 今天我大姑大闹公司保安们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就报警了警察来了 要以寻衅滋事拘留他 他一看那架是动真格的了 才服软好说歹说最后还是 保安部的人觉得他是我的亲戚 才让他保证不再来闹事 才放他一马 现在还恶人先告证 道成了我的不是了 我也是没好气地对他 你知道他犯的是什么事吗 你就让我帮他 你想把我也送进去吗 我爸疑惑到不就是货人打个架吗 你不是有的同学在公安局骂 你找他说说情吗 你连什么事都不知道 就在这指手画脚 他这次是大了他抢劫 我生气地说道 我爸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了 我生气地挂断电话 每次都是这样家里亲戚找来了 我要不管他就从中当说客 要不怎么能把一家子的亲戚都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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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说道我也吓了一跳 妈你别着急慢慢说 我妈焦急地带着哭音 说道文文你快回来一趟吧 你大姑带着你爷爷来咱家大哭大闹的 我一听顿时气猛了 这都什么人了一家子吸血鬼 别说我这个事管不了 就算是能管也不是这样管的 到底是谁求谁啊 我赶紧温声安慰我妈 行妈你别着急 我明天安排一下就赶回去 你先告诉他们 就说我再想办法 让他们别闹了再闹我就不管了 我妈答应着挂了电话 我妈是个典型的农村女人 性格懦弱没有主见 虽然她有事也对我爸这好面子 爱懒是看不惯 但是也每次都管不了我爸 第二天我到公司把事情安排一下 打算下午就回去 幸亏我前段时间把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不然我还真走不开 直到下午我开上车 走在回家的路上 看着越来越近的家乡 我的心情却是越来越多的慌 这些年我的这些亲戚总是找我 没钱借钱有事帮忙借的钱 从来没提过还 找我帮忙 我要是不管他们就去逼我爸 我爸好面子喜欢被人带高吗 或许是一直以来都不被家人瞧得起 我现在有点能力了 他也觉得脸上有光 所以家里亲戚找来他都是不留余力的管 想得到他们的认可结果 就导致现在这样了 不管他们就去找我爸 又是鸡又是闹的 我爸的脾气被他们拿得死死的 我妈倒是看得明白 也说过几次可我爸不愿意听 很快我就到家了 我妈看到我回来了 高兴得手足无措 我爸也挺开心的 我爸人其实没毛病 也特别疼我 就是原生家庭养成的性格 比较爱慕虚荣 我爸是老二 老家人常说老二是个害羹 所以老二一般都不受待见 我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他才会养成这样的性格 开始我也想给他长长脸 让他开心点 但是最近几年他们越来越过分了 我也就留了个心眼 开了公司了也不告诉他们 只是说在一个大公司里 待遇不错而已 这些年一直忙于事业 很少回家 我妈赶紧给我忙着 做我爱吃的家乡饭 我爸给我递了根烟 和我聊着我的工作 他没提我大姑的事 我也没温乐的心境 很快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来文文 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这个 你也爱吃 我妈补住的给我夹 妈你别管我我也不小了 你快自己吃吧 我都快吃不了了 我无奈的说到我都多大了 还这么给我夹菜 吃吧大小伙子 正是吃的时候 我爸喝了口酒说道 平时你都不好好吃饭 都忙工作了这次回来 多住几天 让你妈好好给你补补 我妈也是点头示意 要是没有那些烦心事 我们齐乐融融 多好可惜有人见不得我们好 饭还没吃完 我爷爷就带着我大姑就来 我瞧见他们一进院子 我眉头微皱 老二家的文文是不是回来了 人还没进来 我大姑的声音就传来了 我爸忙得让道 爸妈大姐 你们来了吃饭了吗 一起吃口饭吧 我爷爷沉声说道 我们可没你这么没良心 你外甥还在看守所里呢 你大姐一家都几天吃不下饭了 我爸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兴兴地退到一旁 做也不是 战也不是我健壮 瞬间心里一阵火起 活该是我们让你抢劫呀 自己不学好怪谁 我爸什么事 我忍不住对道 我爷爷瞬间怒了 眼睛瞪得像同龄怒吼道 这就是你的儿子 你是怎么教的 和我这么说话 我爸张张嘴 什么也没说低下了头 我大姑也是拱火道 就是救这孩大学生呢 什么教养 今天就让你爷爷 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 扑翅把我气笑了 我冷笑道怎么教我 教我怎么当个抢劫犯 我大姑一下子气得暴跳如雷 嘴里不甘不禁地乱骂一通 什么小 畜生有人养 没人教 直连骂了个遍 我偷偷观察我爸的表情 我看到我爸也被骂出火了 愤怒地就要爆发了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一次性解决 永远不再和他们 再有任何瓜葛 我看到我爸 就要忍不住开口了 算了 坏人就由我来当把 我拦住我爸 这么骂 我看来不需要 我把你儿子捞出来了 我不耐烦地说道 文言瞬间都不说话了 我继续说道 要想把人捞出来 得走关系 要花钱 我是没钱的这些年 大博 还有你和小姑 借走我那么多钱 我也不要了 这次就拿出来 跑关系用了 我知道 他们都是些属屁修的 光吃不拉 让他们出钱 比割肉都难 我就是要分化他们 在逐一击破 果然一听要出钱 我大姑就面露难色 她倒是还能接受 毕竟是她儿子 但是她那点钱也不够 想从她那几个 兄弟妹妹嘴里掏食 那可难了 可是我大姑 吞吞吐吐地说道 就怕他们不愿意啊 这不是有爷爷呢 让爷爷给做主的 正好是时候 检验一下 他们的孝心了 整天骂我们没良心 联合起来剥削我们的时候 都说得好听 我淡淡地说道 我爷爷被我说的 也有些不愿 一家人互相帮助 什么剥削 你有能力 就多帮帮大家嘛 对对我附和着 继续记到这次事不小 我可没那么多钱 大家都凑凑 互相帮助嘛 我爷爷被气得一扭头 哼走着老大和你妹妹 去一家人互相帮助 那像你们每次 用你点唧唧歪歪的 说着带我大姑 奔我大伯家去了 林总还要说我鸡歪 我冷冷一笑 等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妈紧张地问我 你真能给他捞出来 我爸也是盯着我 等我回答 我那有那本事了 我无所谓地说道 我爸立刻慌了 你这孩子你不能办 就告诉他不能办 你还吹牛 怕啥我不是告诉他们吗 想捞人就拿钱 等他能拿来钱再说吧 我随意地坐下说道 你这孩子 要是人家拿来钱了 你不能办 到时候不把家给掀了 我妈心有余悸地说着 看来我爸妈 是被他们都闹怕了 可是他能拿得来吗 不说他们那几个 铁公鸡的嘴脸 就算他们真的有心 就他们家里那几个败家子 家里一定没多少钱 我笑着安慰我爸妈 爸妈放心吧 我有办法 你们不用管了 我爸叹了口气 也不说了 我妈默默地收拾碗筷去了 我看着他们 越来越苍老的背影 轻轻地说了一句 爸今天你也看到了 他们就是一群未不熟的恶狼 你稍有不如意他们 他们就会对你刺牙 咬你这次过后 你们都和我走吧 咱们离他们远远地 轻轻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早在几年前 我就说过要带他们走 我妈早就受不了了 我爸一直还是顽固地 把他们当亲人 我爸犹豫了一会 说到我也不喜欢 你那的大城市 去了也是给你添麻烦 我看我爸今天动摇了 赶紧趁热打铁不麻烦 再麻烦 还有你在老家 给我找的麻烦多呀 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我爸老脸胀红 被我说得不好意思了 离开这里 你想去哪里都行 到时候我带你们出去旅游 到处转转 有喜欢的地方 你们就住下 想离我近呢 也行 我得在周边县城买个房子 周末我还能回去看看你们 我继续给我爸许诺诱惑他 我爸年轻的时候 那年代不流行旅游 老了这几年 也是电视上网上看的 也时常感叹 自己怎么没早点走出去看看 我爸听着我许诺的 眼睛越来越亮 看来心动了 笑着骂我 臭小子 才挣几个钱呀 就瞎话 等到时候再说吧 成了 我心里暗暗高兴 到时候再让他彻底 见见我们的那些亲戚的嘴脸 就彻底死心了 直到晚上我们刚吃完饭 正在看电视 突然听见院子里 吵吵闹闹的声音 我心想来了 就看见我爷爷 带着我大姑大伯 小姑他们进来了 看他们的脸色 就都不愉快 肯定吵了一下午 我心里暗爽 老二 你看你大哥 他们也没钱 能不能让文文先出钱 把你外甥先弄出来 以后再慢慢还你们 我爷爷进门就对我爸说道 明显语气软了下来 我爸没说话 默默地看向我 爷爷 不是我不出钱 我也只是一个公司的高管 挣的钱也有限 我也没说我不出钱 只是我的钱也不够 所以才需要大家一起凑嘛 我接过话茬说道 这些年大伯 小姑你们光是和我借的钱 每家也有二十多万了 这还不算 其他找我帮忙 我自己贴的钱 大姑更多 那年去给大姑父看病 前前后后花了三十来万 还有借我的钱 我继续说道 见我这么说 他们都是满脸怒气 我小姑说道 那有那么多 每次和你借点钱 像是挤压膏似的 我嘲讽的笑了笑 这些人从来也没打算还我 所以也不会去寄借我多少钱 随后我就拿出转账记录给他们看 我爷爷看完 嘟囔着说道 自己家人用点钱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我爸也是一听戏照了 我也不客气地说道 那钱是我辛辛苦苦地自己挣的 你们没出过一分力 凭什么给你们花 你是我爷爷 我替我爸孝敬你了 给你花的我可以不计 但是不代表 谁都能平白无故花我的钱 我小姑立马跳起来说道 你上大学的钱 谁给你凑的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对 是您给凑的 一共给凑了五百块钱 我上大学还没走 您就逼到家里要钱 当时钱都交了学费了 家里没有钱 您带着爷爷在我家大吵大闹 逼得我爸没办法了 去县城医院卖写菜还给你 我愤怒地说道 每次想到这些 我都气不打一出来 那时候爷爷你怎么不说是一家人啊 我看着我爷爷继续说道 我记得那时候 您说的是 骗子说的都是良心话 况且这些年 我也没少帮他们忙了 谁家有事都来找我 小姑家的女儿 念书学习不好 看我学习好 让我给她不课 结果屁也没学会 到头来还埋怨我没教她 那年正好我高考 因为她我都拉低了好多分 工作以后又到处帮她找工作 做啥都做不成 一个女孩子到处捅搂篓子 那年帮她介绍了一份工作 她去没几天 和公司老总搞上网 最后被原配发现了 被人打成猪头 还要让她赔偿花人家的钱 也是我给评的是 事后不找自己的原因 还怪我把她介绍去哪个公司 这么些年 没一个人念我的好 正说着呢 忽然门外一阵汽车的轰鸣声 我好奇这都晚上了 那来的车呀 忽然听到一个 喳喳呼呼的声音 仔细一看 是我小姑家的女儿回来了 我好奇从哪弄了个车 我小姑和爷爷大伯 他们忙的跑了出去 去迎接去了 我最后一个出去的 我小姑家的女儿叫周彤彤 从哪次事件之后 一直在那里找我 我偷偷打听了一下 听说是在某个酒吧 做了几个月陪酒 后来就不知道去哪了 怎么突然回来了 不过年不过节的 全家人都跑出去了 他还在车上坐着不肯下车 要所有人都去迎接他 才磨蹭的下车 好大的架子 同行的 还有一个发福的中年男人 辽哥 客人来了 你站在门口 动都不动一下 不欢迎吗 让人家笑话 我们陈家没家叫了 周彤彤一下车 就和我杠上了 这些年 虽然他们都要我帮忙 又都理直气壮的 看似很高傲 其实在他们那心里 还都是自卑得很 很想在我面前露露脸 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底气 一回来就先和我杠上了 你是陈家人吗 这是我家 我请你来了吗 我也没惯着他 直接对了回去 我小姑也是脸色不悦着 悄悄问他女儿 你带着是谁 不会又是个 妈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正经找的对象 堂堂跨国公司的总经理 周彤彤怒声说道 回头向大家介绍道 这是我男朋友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男朋友叫邓华 可是堂堂的跨国公司的老总 年薪上千万 说爸还自豪的 向我挑衅的瞥了眼 伯母好 邓华和我小姑大招呼 我小姑嘴里的像荷花 高兴的点着头 好好 小邓呀 欢迎你来我们家 我大姑 大伯和我爷爷 也是忙的和打招呼 生怕巴结的慢了 我帮你们那么多 也没见你们对我好一点 一群舔狗 大姨我和我男朋友 说了我表哥的事了 邓华说了小事一桩 我们才专门回来的 周彤彤自豪的我大姑炫耀道 我大姑一下子高兴起来了 激动的说道 小邓 你真的能给拜呀 邓华淡淡一笑 没问题 大姨 我和领导有点关系 他们给我透露 受害人家里 也是一家普通人家 赔点钱也就算了 我为言一阵 看着邓华那自信的表情 我要不是提前打探过 我都有点相信了 大姨 你就放心吧 我男朋友可是跨国 大公司的老总 这点事不在话下 不像某些人 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 废物一个 周彤彤说着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我呵呵冷笑一声 正好 我还不想管这事 有些话不要说的太满 邓华听到我这么说 你就是彤彤说的 他那个废物表哥 混了几年了 还是个小职员 这些年 他们一直不是借钱 就是啥事都找我 我嫌麻烦 所以开公司的事 我也一直都没说 他们还以为 我只是一个公司职员 我听到这话 顿时一阵火起 这白眼狼 原来在外面 就是这么骂我的 我一不能吃亏就回尽道 你能把人捞出来再说吧 捞不出来 你不也是废物一个 邓华一时语色 我大姑急了 陈文文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废物 没能力还嫉妒别人 你就这么怕 你表哥出不来吗 我也是无语了 这人咋都成疯狗了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赶紧挥手 下了逐克力 那行 他管了 那就请吧 我家妙小 容不下你们这些大佛 周彤彤一撇嘴 说道 谁稀罕在你家 走吧妈我们回家 我大姑他们后面 屁颠屁颠地跟着 还一路恭维着 还是我们彤彤有出息 那像他念了几年书 啥也不是 小妹你可有福气了 我小姑一脸享受的虚荣 满足到 就是 努力几年 也不如我女儿一招架的好 还想和我们要钱 做梦吧 太无耻了 借着我的钱 现在说着这样的话 我就看着你们能有什么好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幸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一群人在互相公为生 走远了 我爸一时叹了一口气 默默地转头回去了 看着他的背影 感觉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文文 那个姓邓的 真的能把你表哥捞出来吗 一进屋 我妈就问道 我承认一下 我感觉那个姓邓的是骗人的 也就是小姑家那个傻X才姓的 他要是不说还好 一说漏线了 漏线了 我妈疑惑道 我爸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嗯 我早就打听过了 他抢的是局长的亲戚 要不怎么会这么快就抓住他了 我继续解释道 他还吹牛 只是普通人家 他连情况都不了解 怎么可能捞人 啊 那他不是骗子吗 我妈吃惊道 管他呢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咱们要管不了 我淡淡道 我爸倒是压得稳 啥也没说 估计通过这件事 他也想开了 没有这些烦心事 我们也轻松了 于是我也和他们老两口商量 要不收拾收拾和我走吧 省得在村里老是被他们烦着 躲开他们过几天清静日子 其实我心里明白 那个邓华肯定是个骗子 回头被骗了 他们还是会来我家里闹的 所以我还是提早安排躲一躲 我们一大早就带着我爸妈离开了 回到公司 因为公司刚起步 我走了几天 记载了好多事情 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去 我爸见我回得这么晚 也是愧疚着说道 爸错了 以前老是给你找麻烦 你自己一个人在外打拼这么不容易 还让你管着那些破事 爸早就该听你的 不管他们那些破事了 我也安慰着 没什么 以后会更好的 我们以后一家人就在这里了 再也不回去了 我妈也是点头称事 她早就烦了 就这样我们平平静静的过了几个月 这几个月是我们过的最踏实 最轻松日子 乡下我大姑家里 今天一家齐聚会 我大伯一家和我小姑一家都在 据说那的邓华刚从市里回来 给我表哥那个事打探清楚了 今天就是回来商量着筹点钱 打电一下关系 大姐 小邓也给打听清楚了 王杰这事上下打电关系 需要十万块钱 我小姑说着看向邓华 邓华也附和的点点头 我大姑听闻要钱 顿时面露难色道 怎么要这么多呀 邓华忙说道 大姨这就算好的了 王杰这事特别重 岂不多在十年以上 这上下都得给点 受害人这也得安抚 都得用钱呀 我大姑一听要判十年也不嫌多了 赶忙让我辜负出门去取钱了 看看这就是我的好亲戚 需要用我的时候从来也不会拿钱 也从来都是哭穷没有钱 外人一句话就乖乖的给人家拿钱去了 事情确定了 一家人没事就闲聊起来了 小邓 现在收入不错吧 我大伯率先问道 邓华假意谦虚道 还行吧 也没多少周萌萌急忙炫耀道 邓华现在在公司里副总级别 年薪达到五十多万呢 这么多 众人都眼睛放光 仿佛看到一坨移动的金子 我大姑满眼极度的看着嘴里嘟囔着 挣这么多 打电关系十万块钱都没有 我小姑一听立马反驳道 有钱是人家邓华的 凭什么让人家邓华出钱 我大姑闻言闭口不言 原来道理都懂 就可着我一个人坑 邓华脸色一变 随即笑道 大姨 你可别怪我 谁还有闲钱多的呀 我要不是刚把钱投资出去了 今天我就给你把钱出了 邓华继续说道 刚把钱投进去 还没变现呢 再等一个多月就差不了 这次起码收益八十万 道士大姨 你这钱我帮你出了 我大姑听到这里 顿时眼睛都亮了 周蒙蒙赶忙复合道 就是 这点钱对我男朋友来说算什么呀 前段时间邓华带着我也投资了一下 轻轻松松一个月就赚了五万块钱 也就是我手里钱不多 不然挣得更多 听到这里 他们眼睛更亮了 我大伯搓着手善笑道 那个 小邓啊 蒙蒙都能投资 那个你看我能不能也投资点 邓华故作为难的 看了周蒙蒙一眼说道 老舅 这个 头子是有风险的 咱们都是亲戚 既然话说到这了 我要说不行吧 您会觉得我小气 那您就少投点试试 邓华继续说道 我大伯立马高兴的脸上的折子 都笑得多了起来了 我大姑文言也赶忙说道 那我也投点邓华为难的 看着周蒙蒙不说话 我大姑赶忙又对周蒙蒙说道 蒙蒙你和小邓说说 带大姨也投点吧 大姨平时可没少疼你啊 你可不能把大姨撇开 周蒙蒙得意的笑着 转头对邓华撒娇道 亲爱的 怎么样啊 你看这都是一家了 就带着大姨他们一起呗 边说着还一边用他那疯满的双风 蹭着邓华的手臂 邓华只好答应道 那好吧 头子有风险 大姨老舅 你们可得理智呀 我大伯大姑满脸堆笑着 我们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都明白的 这时我小姑也开口道 怎么样 还是我家蒙蒙出息吧 大哥大姐 你们要挣了钱 可不能忘了我蒙蒙啊 我大伯开心的说道 那肯定不能忘了蒙蒙的 随后他们每人拿了三万块钱给邓华 说是先试试水 看看什么收益 第二天邓华和周蒙蒙就走了 期间一直没回来 我大姑也是着急的 一直也没有忘记的消息 于是就给周蒙蒙打去电话 喂 大姨 周蒙蒙疲惫的接起电话 我大姑紧忙说道 蒙蒙啊 这么长时间了 小邓给解决你表哥的事情没 呃 周蒙蒙一阵犹豫 怎么了蒙蒙 是不是你表哥的事不能办呀 我大姑听到周蒙蒙犹豫 焦急的问道 那倒不是 大姨您别急呀 前几天我听邓华说已经差不多了 还有几个部门没有沟通好 毕竟事情挺严重的 需要时间 周蒙蒙急忙安抚道 等过几天 邓华回来我再给问问他 怎么样了 周蒙蒙又说道 我大姑这才放心道 行 那就好 大姨等你们消息第九章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恶恨声音 小蒙快点 打完电话了没 顾客都等着急了 周蒙蒙浑身一颤 显然很怕这个声音的主人 急忙对我大姑敷衍了几句 挂了电话 就在周蒙蒙跑进那个 亮着粉红色的灯的小屋子里 里面又传来那个人的声音 就这样什么时候能把帐屏了 每天用点心 多接待点顾客 你今天才完成了十八单了 我大姑疑惑的挂了电话 心里不由的嘀咕着 这什么领导了 说话这么横 又过了一段时间 周蒙蒙带着邓华回来了 这次回来更高调 开了一辆家常版的奔驰 一进村口就走不了了 我们老家村里 是个小山村 道路很窄 他那辆车根本转不过来 于是两人只能走回家了 一路上大包小包 逢人就打招呼 好似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找了个有钱的老公一样 我大姑大伯他们听说 周蒙蒙他们回来了 急急忙忙的 都跑到我小姑家了 我大姑是想知道 我表哥王杰的事情怎么样了 还有一个和我大伯一样的心思 看看投资的三万块钱 收益了没 大爷 老旧你们来了 一看到我大姑和大伯 走到院子里 周蒙蒙就急忙打招呼道 我大伯笑眯眯的点头道 小邓啊 小邓回来了吗 我大姑也急忙复合的问道 小邓啊 听说小邓也回来了 这时邓华从里屋走出来 说道 大爷 老旧我在呢 好久没见 这就想我了 呵呵 邓华开玩笑的又说道 我大姑也是焦急的说道 小邓啊 你表哥的事情怎么样了 大爷你别急 来进屋里坐周蒙蒙安抚着 拉着我大姑和大伯进了里屋 我小姑也正在忙着 看到他们来了 也是都打着招呼 邓华坐下来淡淡的说道 大爷你先别急 表哥这是 我已经都跑了 还有最后几个部门不好说话 我也已经找好人了 马上就能有结果了 我大姑满脸愁容的说道 主要是你表哥他进去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都担心了 周蒙蒙也是劝道 放心吧大爷 邓华他说快了 就肯定差不了 邓华也是说道 对 大爷要办 咱肯定就办好 不能让表哥带着案底出来啊 对对 大姐你就听小邓的安排吧 我大伯着急的也是安慰道 他想知道投资的是怎么样啊 可我大姑一直都在问王杰的事 我大姑见众人都这么说 也就不再追问了 我大姑看到终于消停了 赶忙凑上来 小邓啊 之前我和你大姨投资的三万块钱 怎么样啊 我大伯一脸紧张的看着邓华 邓华微微一笑 从包里拿出来一包钱放在桌子上 这是本金和利润都在这了 一共十万 我大姑一听钱也是不愁了 急忙扒开来一击数了起来 整整十万 扣除两人之前的本金还收入四万 乖乖 这小邓还真是个能人呀 这才几天呀 三万就变成五万了 我大伯高兴的对我小姑说着 我小姑也是笑而不语 心里美滋滋的 这没什么的 也就是钱少 投资时间短 要不然说一肯定不止这些邓华可惜的说道 我大姑也是一副后知后觉的表情 早知道就多投点了 说话间饭也做好了 所有人都围着桌子吃着饭喝着酒 酒喝好了人也就话多了起来 小邓啊 能不再带着我们一起在投资点呀 我大姑也是赶忙跟着附和道 就是就是小邓 你就再带我们投资点吧 你看我们这在农村里 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少钱 我大姑又开启他那不要脸的哭穷精神 投倒是没问题 都是投资赚钱而已 又不是要我的钱 就是投资有风险 你们要考虑清楚邓华劝道 我大伯还以为是不带他投资了 着急的抓耳挠腮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终于看到周萌萌了 萌萌 你帮大舅和邓华说说呗 带我们再投资一次呗 你看你表弟马上也要娶媳妇了 在农村一辈子也挣不到钱 我大姑也是点头说道 咱们都是一家人 相互帮忙被周萌萌点点头 看向邓华说道 亲爱的 你前几天不是说看好一只股票吗 正好带着大一大舅一起买吧 邓华看着我大姑他们说道 我之前看好一只股票非常有潜力 但是资金要求也高 大一大舅你们还有钱吗 我大姑大伯两个人相互看了看 犹豫了好议会 随即又问道 小邓 需要多少钱呀 邓华随口说道 每人至少需要四十万 要这么多呀 我大姑大伯吸了一口气 不约而同的说道 我们现在也没那么多钱呀 邓华可惜的摇摇头说道 这只股票我看了好久了 四十万最少能挣六十多万 甚至更多 我大姑大伯听到钱眼睛都红了 小妹 你有钱吗 借我们点 我小姑文言 你们都投资了 我还能落下吗 我的钱也都投资了 我大姑大伯满脸惊恶 偷偷摸摸的你们都投资了 你们挣了多少钱了 我小姑保守的说道 也没多少了 也就是十五六万吧 最少二十万了 周蒙蒙抢着喊道 我小姑狠狠地拉了周蒙蒙一把 你们怎么这么多呀 是不是邓华有什么瞒着我们呀 我大姑愤愤地说道 邓华大呼冤枉 大姨那有的是呀 是人家阿姨投资的多呀 一共投资了两次 第一次投资八万 第二次投资了十八万 怎么能不挣钱呀 我大姑大伯听到这么说 倒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说回家筹钱去了 第二天两人都来到周蒙蒙家里 为难道 小邓 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大姨和大伯跟村里人借了好多 也还是没凑够 你借大一点 等挣钱到时 加利息还给你 真是打得好算盘 如果真能赚钱 有钱自己都投资了 凭啥要借给你呀 更何况是骗你的 眼看就要收网了 还能让你套住了 邓华为难地说道 我都投资了 我为了买这只股票 刚和朋友那带了五十万 周蒙蒙从旁协助地说道 要不大姨大伯你们也带点 邓华朋友那人靠谱 利息又低 最多两个月 倒是起码能翻一倍 他那点利息还不是九牛一毛呀 我大姑大伯两人 敲声算了算 觉得挺合适的 这时我小姑也说道 哎呀你们就别犹豫了 我也没那么多钱 上次也是小邓给联系的 我们也带了十万 不然怎么挣那么多钱 那行吧 小邓你给联系一下你的朋友 我和你大姨也带点 等挣了钱就还给他了 你和他们说说 给利息低点 你们不是朋友吗 我大伯对邓华说道 我大姑也是点点头 是故作镇定的点头 答应着出去打电话去了 隔天周萌萌说的 邓华的朋友来了 三个人都是五大三粗的 为首的那人满脸横肉光头 脖子挂着一根 和手指头插不出的大金链子 三人走路都是横着走的 一看就不是善差 谁要贷款呀 一进屋子 那个带头的光头就大声问道 邓华急忙硬着 强哥 我未婚妻的大姨和舅舅 想贷点款呢 说着指向我大姑和大伯 我大姑和我大伯看到人后 心里都犯嘀咕了 来的这三人 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呢 于是就打算先不带了 于是悄悄的和周萌萌说道 萌萌啊 这些人看着就凶恶 我和你大舅再考虑一下 啊 人都来了 你们怎么反悔了 周萌萌不愿的继续说道 人家只是外表看起来有点凶 人还是挺有信誉的 这时我小姑也急忙说道 就是 现在都是法治社会了 能怎么样 是你们要带钱 萌萌和小邓才给你把人找来了 你这又反悔了 让别人怎么看邓华呀 我大姑和大伯也想了想 觉得有道理 等挣了钱就还上了 也就没太纠结 就签了贷款合同了 事情办完了 人家都走了 邓华和周萌萌也要走了 临走前 我大姑还对着邓华嘱咐着 小邓啊 你表哥王杰的事 你一定要上点信啊 好的 我知道了 邓华满脸堆笑的点头道 路上在车上 周萌萌小心翼翼的问道 邓哥 现在你目的也达到了 我的账评了吧 邓华一翼的说道 周萌萌 你欠了我多少 你不是不知道 就这么点就想把账评了 回去继续给我好好上班 什么时候还清了 什么时候算周萌萌气的面色账红 你个畜生 邓华你不是人 你骗我 你说好的帮你做好这件事 就给我把账评了 你现在说话不算数 说着就要上去和邓华撕扯 被邓华反手两个耳光 抽倒在座位上 周萌萌也不敢再叫嚣了 蜷缩在座位上轻声的抽气着 邓华健壮又上前安慰道 你看现在已经事情已经做了 以后你也回不来了 还不如踏实的跟我混 等你干个几年把账还清了 自己有钱了 想去哪都行 周萌萌还是低头抽气着 不说话 想开点嘛 反正你也做了 做一次和做十次有什么区别啊 反正你又没什么损失 还不如想开点 踏踏实实的猛干他几年 这年头有钱才是王道 邓华继续诱惑道 周萌萌听到这里 也就默默接受了这些 眼神木然的点点头 邓华才满意的一笑 我大姑大伯和小姑他们在乡下 眼巴巴等了两三个月了 眼看到了还款日期了 周萌萌和邓华到现在也没信 前段时间还能联系上 最近更是电话都打不通了 今天法院的判决书也给送来了 我表哥王杰被判十五年 这下都慌了 邓华明明说已经给办好了 怎么法院还判呢 乡下村里的人听说了这些事 顿时议论纷纷 毕竟前段时间 邓华和周萌萌招摇过世的闹得人尽皆知 现在又有这么一档子事 一些见过世面的聪明人已经看出端倪了 那些借给我大姑他们钱的人顿时都坐不住了 纷纷涌入他们家 逼着赶紧还钱 我大姑还没从我表哥王杰的判刑中反应过来呢 就又被债主们逼得六神无主了 我小姑更是严重 她是最早跟着投资的 她偷偷的借的钱更多 还为了能借到钱 拉了些人一起投资 现在人家都找上她来了 陈光梅今天你无论如何都要把钱还给我们 你们一家子都是骗子 连自己家人都骗 简直情受不如 其中一名村民指着我小姑叫嚣道 我小姑急得满头大汉 事到如今太也慌了 她是直接人呀 所有人都要来找她的 她刚把衣服收拾好准备跑路了 结果就被人堵在家里了 这时有眼尖的人发现了我小姑收拾好的大包小包 立马嚷嚷起来 这家闭崽子 这是要跑路了 这一嗓子就像是热油锅里滴进一滴水一样 瞬间炸锅了 农村人本来法律意识就淡 这一下人们再也忍不住了 动起手来一下子就乱成一锅粥了 等事情平息了 也不知道是谁报的警 警察来了都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人没死了 但是也基本废了 那么多人动手 警察也不好都抓了 只好让村民筹点钱先给他们送到医院里去 三个月后的一天 我早上刚来上班 就看到我大姑和大伯他们找来了 他们一看到我来了 立马跑上来把我围住了 那驾驶好像生怕我跑了一样 陈文文 你个王八蛋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邓华那畜生是骗子 那个畜生把我们可都骗惨了 我大姑说着嚎啕大哭 我也没好气的说 所以你们又来是想干什么 老人是不可能了 抓骗子更和我没关系 出门诱拐打110 有多远就给我走多远 我大姑文言撒泼着 陈文文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你果然知道那个王八蛋是骗子 你爷爷住医院了 你们一家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管了吗 不孝子 哟 我说呢 原来又是花钱了 找上我来了 回家等着吧 现在是上班时间 门不着你来撒野 我戏却道 再说了 就算我知道是骗子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我不告诉你们犯法吗 犯法你就去告我去啊 我大姑文言还要大闹 保安 你们干嘛的 这两人在闹 就给我送派出所去 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直接喊来保安 我大伯眼看是不可为 急忙拉起我大姑 就灰溜溜的走了 晚上下班 我带着我爸就赶去医院了 下午我就突然打听清楚了 被邓华那骗子骗了以后 我大姑和大伯 追去我小姑家里 结果去了 发现我小姑的惨状 两人下半辈子 估计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我爷爷一时气急攻心 中风了 从出事到现在 周彤彤都没露面 警察也没找到他 我大姑大伯 也因为借了村里人那么多钱 现在也只能躲在室里不回去 不然也比我小姑好不到哪去 我和我爸一进病房 他们就都眼睛都红了 就像恶狼看到了食物一样 我厌恶的尽量不去看他们 走到床前 我看到我爷爷口水直流 意识还算清醒 这也是人抢救过来了 要想恢复后续 还要继续治疗做手术 我爷爷看到我爸走近 抬手就是一巴掌 嘴里还含含糊糊的念叨着 眼睛红得一时不知怎么说 我急忙上前拉后我爸 说道 爷爷 你这是干嘛 好心都来看你 你不问清红皂白怎么就打人 我大伯也上前把我推后 小畜生 有你什么事 轮到你说话了吗 我生气道 没有什么事 你们今天来公司干嘛 我大伯一时语色 我们家男人都嘴笨 不太会辩驳 当然是让你拿钱呀 你爷爷病成这样 不能光让我们花钱呀 这时我大姑那欠揍的声音传来 我强忍怒气问道 要钱呀 你们想要多少 二十万 三十万 五十万 他们一口却不同声地喊着 一个比一个眼黑 我转头看向我爸 我爸这回也缓过来了 我爷爷这一巴掌 把他仅剩的一点念想 彻底打没了 他早就知道我的想法 只是因为有他 我才一直迎忍至尽 爸也老了 今后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爸都不会怪你的 我爸眼眶血红 但是目光坚毅地冲我点点头 转头坐到椅子上一言不发了 好 我点点头 老二你什么意思 不孝子 白眼狼 他们听到我爸和我说的话 顿时都炸锅了 生怕我爸不管了 干什么 你们那只耳朵听到我们不管了 我怒斥道 这是我们大辈的事 和你没关系 对 你个孙子辈的 轮不上你说话 他们都算准了我爸好说话 想把我踢开 把我爸说通了 让我爸和我要钱 算盘打得不错 可惜不会再让你们如愿了 行啊 那你们和我爸谈 不和我谈 我是不会出一分钱的 你们可以问问我爸 有钱给你们没 我肯定的说道 今天这情况只要不傻就能看出来 我爸已经不打算 和他们有什么可谈的了 所以他们只能妥协了 你爷爷这次花的不少 光前几天抢救就花了五万 这后续还要三十多万的治疗费 你把费用出了 照顾你爷爷这些麻烦事 就我们收雷点替你照顾了 我听着他们无耻的提要求 简直不知道什么叫休止心了 我强忍怒气说道 先把医药单子给我拿来看看 看什么看 还能骗你不成 一晚上不说话的大伯突然又冒出来了 我喝道 少废话 想要我出钱就按我的道理来 我大伯倔强着说道 又不是我把爹气病的 是老二气的 凭什么让我们出医药费 我爷爷文言也是在床上帮腔道 对 就是你这不孝子气的 我也不会再生气了 只是平静地说道 人在做天在看 话不是乱说的 医生什么都能检查出来 我们这么久没回去了 还能气着他吗 他每一次的偏心 都在减去在我心中的砝码 把发票拿来 我也不废话 只要发票 我大姑从包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 我拿起来仔细看了起来 我大姑大伯他们都紧张地往一起靠了套 看我没看出什么 悄悄松了口气 我拿起来一看 就已经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 我不过是稳住他们 转头我找了个借口 我出去找负责的主治医生去了 我要是不好好着他们一下 别想踏踏实实地打这件事过去 没一会我就把主治医生一起带过来了 我们一进病房 他们明显就已经心虚了 人家大夫忙的 问问你把大夫带来干什么 我大伯焦急地问我 没什么呀 我叫江大夫过来做求证一些事 给我爷爷看病的主治医生姓江 转头我问江医生 江大夫 您给看看这些药单 是您开的吗 江医生拿过药单就看 这点第一天开了这么多 您是把我爷爷当猪猪肉了 我戏谑道 江医生看了一会也看出问题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单子了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医院开的单子 你哪来的 这是诬陷 我要报警 江医生说完生气地拿出手机要报警 我大伯他们一看事情闹大了 忙得上去拦着江医生 还回头埋怨我把医生找来填乱 我一看他们还不老实 故意拱火道 对 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一共才住了几天医院 就花了这么多要钱 江医生一听我这么说 更坚定报警的想法了 我大伯他们一看拦不住了 就对我怒喝道 你想怎么样 你就来果乱了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给我解释清楚 怎么就有这么多医药单 我斩钉切铁地问道 江医生也听出是什么意思了 于是也死死地盯着大伯他们 终于顶不住我们强硬的态度 我大伯打圆长道 这可能是别的单子混在一起了 混一起了 但名字和医院名还能混吗 我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都这样了还想狡辩 我大伯他们脸红脖子粗的 吭哧吭哧半天说不上来话 江医生也看出是怎么回事了 把我大伯大姑他们 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心中一阵暗爽 骂完江医生气呼呼地走了 剩下他们几个面面相去 一时也不敢再上窜下跳了 好了 谁也不傻 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 现在好好算算究竟多少钱了 我问道 他们仔细甄别了一下 找出几张发票 算了一下 一共大概一万五 好 一万五 姊妹四个 我爸应该出三千六百 我算好 从包里拿了三千六百 放到桌子上 什么 老子白养你了 白眼狼 我爷爷躺在那慢慢咧咧 我大伯大姑他们不敢再说什么了 就鼓动着我爷爷要钱 爸 有没有白养反正都是您说的 这些年您的积蓄 养老钱您给谁花了 您自己知道 吃点喝点 买个药输个业都是我给您花的 要说白眼狼那也是您说的 你们不认 但是天知地知 村子里的乡亲们都看在眼里 我爸也终于硬气了一回 把这些年的委屈倒了倒 老子养了你 你给我花点不应该吗 我爷爷还在虎脚蛮缠着 对 您是养了我 但是您只养了我吗 凭什么光让我一个人出钱 我也没钱 我就出这些钱 我爸生气地转头离开了 见我也要走 我大姑拦住我说 那你爷爷后续治疗还需要钱 你不给了 第一十五章 到时候再说 需要多少 到时候我们只出我们那一份 我是不会再多出一份钱的 我带着警告的语气告诉他们 从今往后 别想从我这再多拿一份钱 我陪你们玩到底 我有的是时间 哼 出了医院大门 秋天的夜晚格外的凉爽 我爸的心更冷 一次又一次的把心已经伤透了 明明是我小姑他们家惹下的事 可是却连一句话都不说 最后需要我们买单 从出了事 他们从来没找过自己的问题 却是一直都在算计我们 我轻轻地拍拍我爸的肩膀 爸 别难过了 你还有我 有我妈 我们一家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 他们不拿我们当亲人 我们也没必要非得当他们亲人 想开了就好了 我爸微微点点头 什么都没说 慢慢就好了 时间会抹去一切的 一路无话 我们默默地回到我家 第二天一大早 电话就像催命一样地打来了 还是我大姑打呢 喂 我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 和你爸赶紧来医院 我们有事商量 我大姑恶恨恨地说着 就好像谁亲他258万似的 我也没惯着他 直接挂了 让他们等着吧 等我们来到医院 都快气得冒烟了 估计等得都快没耐心了 看到我们来了 都用恶狼般的眼神盯着我们 我进去随便找了地方一坐 大清早的找我们来干什么 还大清早呢 你看看都几点了 我大伯抢先质问道 我淡淡地回应着 哦 我们也有事情啊 忙完就晚了呀 听到我这么不嫌不淡地回应着 一个个气得横眉怒目 我爷爷也是气得 在那一口一个不孝子 一口一个白眼狼 估计又多算计着什么呢 才都在这极力地压制着 要是以前早就破口大骂了 你爷爷这还要动手术 需要不少钱呢 今天问大夫了 最低也给30万 这些年我们都是村里务农 也没多少钱 还让周童童带回 哪个天杀的骗走了 所以这次手术费 你给出了吧 我们会还你的 我大姑强忍着怒气说道 我说今天都这么能忍了 原来是在这等着呢 可以呀 但是你们的给我写借条 美人均摊多少 咱们打个欠条 我戏剧地看着他们 我就不信他们能有这觉悟 果然听到我这么说 一下子都不装了 炸毛了 老子白扬你这么多年了 花你点钱应该的 还和老子讨价还价 老子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我爷爷努力地咆哮着 就是 二哥怎么说这也是咱爸 你就这么冷血 老二 你看看怎么教育的儿子 眼里还有我们这些长辈吗 一群人又开始道德绑架 可惜人心凉透了 这些话就不会再有一点杀伤力了 我的儿子是我教的 你们教的孩子好 你们谁家的孩子 又把我看在眼里了 我爸等他们声音小了点 就说道 大哥你那年得了废气肿 非要去大城市看 是谁把学业放下 大半夜的在医院里排队挂号 最后还因为没能挂到 你要的专家号 而大发雷霆 我爸愤怒地指着我大伯 质问道 我大伯还一脸的不服气 理所应当的表情 是我的儿子 大冬天一排就是一晚上 不是你的孩子你不心疼 但是我心疼 你的儿子好 你儿子那时候在那里呢 我爸歇斯竭力地吼着 我上前轻轻地拉拉拉我爸 我爸甩开我 继续盯着我大姑 这些年大姐 你家的事是最多的 你儿子五毒俱全 那一次你落下我们了 次次都是我儿子 我爸都闻闻给你到处求人 请客吃饭 你给出国个饭钱了 都是一家人 老二你还斤斤计较 互相帮助吗 我大伯还说着风凉话 滚开 我爸怒目元征 跟着我大伯骂道 你们的一笔一笔的账 我都给你们记得清楚这呢 那都是文文他自己 起早贪黑症的血汗钱 你划我钱来 一家人被我爸的愤怒吓到了 他们还以为 我爸是以前那个任由 他们摆布的傻瓜呢 我爷爷还在嘟囔着骂着 你们一家子白眼狼 不孝子 我就要你给我出钱治病 不然老子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好好 我爸颤抖的指着爷爷 我们白眼狼 那次文文回去 少给买东西了 你的钱全给了他们花了 家里吃的用的穿的那样 不是我们给你买的 爸 有这样的白眼狼吗 您自己看着办吧 您要一定要断绝父子关系 我随时在法院等着您 我爸转身拉着我出了医院 本来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可没想到没过几天 法院的人找上了我们 原来是我大伯他们 窜斗着我爷爷 一直诉状把我和我爸告了 既然告我们不赡养老人 不给看病花钱 颠倒黑白 我爸也被气到了 生生的大病了三天 我也委托公司里的法务 帮我打官司 同时我也把我大伯大姑 他们也告了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他们以为 没给我打借条就可以赖掉 前几年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我没留证据 当时把他们当亲人 也没想那么多 就觉得能还了就还 还不了不还有个情分吧 没想到却是一群 吃人不吐骨头的寄生虫 后面的钱 我会留转账记录 又或者留了通话录音 还有我当面给钱留的视频 就等着这一天呢 很快法院受理了我的案子 他们告我的案子 也要开庭了 我和我爸都没去 也没必要去 他们所说的都是子无虚有的 前几天我们回了趟老家 让乡亲们做个证人 一个村子的 也有看不惯他们的 随便给乡亲们带了点烟酒 就满满的写了好几页的证词 还有一位老大爷喊着 娃子够不够了 不够我们在编排点 直接让他们做几天牢 制止他们 这大爷也是被我大姑家 那个祸害祸活过的受害者了 老两口就一个女儿还远嫁了 据说过得也挺困难的 所以很少回来 老两口没什么亲人 年轻的时候还好了 老了就不方便了 前两年老大爷就在房子后边 自己种了点瓜果蔬菜什么的 省得自己不方便 想吃点蔬菜水果的吃不上 老大爷精心照顾了一下天 眼看能吃了 结果让我大姑家那个祸害 带着我大伯家的儿子 去祸祸了个遍 菜都采坏了 能吃的瓜果就吃了 不能吃的也都祸祸没了 把老大爷的老伴当场就气病了 我大姑还理直气账的说 这不就是给人吃的吗 谁吃不一样 还倒打一耙 说吃的把人吃坏了 要赔偿 村里人朴实 都忍忍过去了 谁也不去沾染的臭狗屎 这次逮到机会了 恨不能直接给送进监狱去 我哭笑不得道 那可不能啊大爷 做假证也是犯法的 他们不做好事 会有人收拾他的 咱们可不能跟着戴亥呀 老大爷只能无奈的叹息离开了 我只是给村里老乡买瓶酒 抽颗烟就把这些事都搞定了 可见他们在村里 已经让人讨厌到什么地步了 很快判决也下来了 不出预料他们所告的 纯属胡说八道 最后让他们赔偿 打官司的费用 还洗提一张法院传票 我要彻底反击了 先把欠款要回来 虽然法院判决是误告了 但是老人还得管 最后找了村里的干部 和乡里的干部 共同调解 我们坚决指出我们那一份 多了不出 谁也说不出个啥 结果第二天我爷爷就出院了 被他们用轮椅推着出的院 因为只有我家的一份钱 是远远不够后续治疗的 虽然我爷爷百般不愿 最后也不得不出院 只是不知道 他的心里有没有记起我们的好 过了一段时间 我起诉他们也开庭了 结果是毫无疑问的 限期一个星期还我 开庭前还嚣张地叫嚣着 我在诬告他们 他们没欠我钱 一家法盲 以为我也和他们一样吗 没有证据就告他们 判决完了 我大姑还嘴硬 判了我也不还 我没有钱 一旁的法警看不下去了 这位女士 法院的判决书是有法律效力的 到期还不还 我们是会强制执行的 懂吗 我大姑他们一听 瞬间不淡定了 嚷嚷了起来 哎呀 没天理了 侄子告姑姑了 被侄子告了 没脸见人了 又开始胡搅蛮缠了 但是 这次却有人管得了他们 很快就被法警轰出去了 赶紧回家准备还人家钱吧 不然下次我们就是去你家里 再把你轰出去 完事一名法警告诫道 他们终于知道怕了 拦住我不让我走 又想服软让我放过他们 可惜这一次 就算是我能放过你 你们那些其他的债主 也不会放过你们 果然回去没几天 那个贷款公司就找去了 因为逾期了几个月 十几万的贷款利滚利 一下子就变成将近百万的巨款了 什么 我就贷了十三万 到手才十万 你还收了我三万的手续费 这才多久呀 就变成九十多万了 我大姑了解到 已经变成这么多钱了 惊出一身冷汗 那个当时放款的光头 立马不乐意了 我们公司开了这么久 从来都是诚信经营 你们现在变成这么多钱 都怪你们自己 逾期三个月 利息肯定要重新计算呀 我大伯突然像是 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上前抓住哪个光头 急切地问道 你和邓华不是朋友吗 你带我去找找他 找到他我们就有钱还给你了 那光头狠狠地甩开他 冷冷地说道 谁是邓华 我不认识 那天都是第一次见面 是看到我们的贷款信息电话 找来的我 威严我大伯大伯 彻底没有一点指望了 一屁股瘫倒在地上了 眼神没有一点光彩了 最后再给你们一个星期 到时还不了款 后果自负光头放完狠话 就离开了 我大伯家儿子 听说了家里的变故 连电话都不接了 玩起了失踪 村里人听说了他们的情况 也觉得还钱的希望太渺茫了 就一窝蜂地跑去家里 把家里能用的 值钱的都搬了个金光 要不是拆墙费劲 就直接把墙都拆了 我大伯也没了 往日的嚣张跋扈了 面如死灰的 看着人们进行出出 突然哈哈哈哈 我大伯突然放声大笑 对着门口的一块大石头 自言自语 疯了 我大伯疯了 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 那些贷款公司的来过一次 后来就再没来过 之后我大伯一家也消失了 那些要不到钱的人 只好报警处理 最后也找不到 只能不了了之 我爷爷因为没人管 最后只能被送去 乡镇里的一个养网院 由于他没有自理能力 又没钱请人照顾 最后没几年就病逝了 后来听说我大伯一家 其实是被贷款公司的人 抓到国外 打工还钱了 估计这辈子 也是不可能回来了 我小姑他们 由于没钱治病 被医院赶了出来 由于不能走路了 只能留在城里 在天桥上和地铁口 乞讨为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我无意中了解到 其实周萌萌之前 一直都在红灯区做小姐 之后更是被卖到了缅甸 只因为她一直爱慕虚荣 超额消费 签下了好多网贷 之后更是被网贷公司 互相卖了几次 更是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经过这么多的事 我爸也麻木了 听到他们这些事情 也没有说什么 我等公司里稳定了以后 给自己长长的休了个假 华山之巅 我带着我爸妈 已经出来旅游快一个月了 今天来到了华山上 我爸站在山巅之上 眺望着远处 我怕山顶风大 连忙过去扶他 我爸看着山下说了一句 走出来了 心情也开阔了不少 我一正 扭头看了看我爸 顿时明白了 是啊 过去了 是该走出来了 我们父子俩相识一笑 全文完